雖然說啊不想面對但是也得面對啊 最近的這個名譽幣的需求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有感同身受 你自己身上的名譽幣已經開始不夠用了 那為什麼呢?其實主要都是因為狂戰士轉職嘛 那狂戰士轉職基本上狂戰士的技能是一個相當消耗名譽幣的一個職業 然後再加上呢佔據這一招上禮拜出這個所謂的限定製作 那即將在這一個禮拜更新的我們要出保底啊 那這一次的話呢他是開了一個APC賣你90萬的佔據 所以名譽幣的需求可以說是越來越多這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那包括韓版這一個禮拜呢又再推出了一次名譽幣的販售宏記的這個活動 韓版目前為止呢已經推出了第四次了 所以名譽幣呢相當的重要 那重要之餘呢這個禮拜的禮包其實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如果你要用這個袋子徽章袋去製作名譽幣箱的話呢 你要12個這個徽章袋 好那最便宜的話徽章袋這樣算起來也要818賺左右 你才能買到一個名譽金幣箱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禮拜推出的這個秋葉組合包來他總共是一般伺服器我們可以買上面跟下面這個變身的還有娃娃的 這個每一箱1800賺 他會給你5個名譽金幣箱 那上面這兩個東西呢大家就看我們這一次主要是放在這個名譽金幣箱 好那也就是說呢他這一箱的東西其實主要就是要賣你這個名譽金幣 那不論說你是不是要在這一次的活動 去買到 所謂的你要買的這個紅祭甚至 紫祭 譬如說泰坦的這個致命 不論你是不是要在這一次買到 基本上這些名譽幣箱 只要是5箱的 我認為說都是蠻重要的因為 從禮包的這個推展來看從韓版這邊來看 大概在狂戰士推出的3個月左右 才會比較常有這種 5個啦 3個啦 這樣子 這種禮包搭配名譽幣箱 那後來的話會越來越慢慢越少因為 大家對名譽幣的需求可能大家也存夠了 或者是說這個需求量比較低就比較少一點 那這個不一定喔不過目前我們可以來看的是台版現在的狀況還是說我們需要大量名譽幣 那假設說你也需要大量名譽幣的話 有一種禮包呢我認為一定要買就是像這一次推出的這個禮包 好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因為這一次1800藍鑽裡面你看 他給你5個名譽幣箱這個已經是目前為止最大的這個數量了沒有再多了已經沒有辦法再多了 好韓版的話最多也是給5箱 那如果說你要這個買這些技能的話呢 這一次的東西你等於是說可以把賺 花在最大的效益你可以拿到最大的這個 名譽幣的這個箱子你可以拿到最多 1800再換5個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你還可以拿到 龍之聖水還有這個小包 那我們來算一下 如果說以 我自己來講的話我現在目前身上缺的這個名譽幣 我缺了大概70加16萬等於是86萬 我大概缺了這些名譽幣 那我要買的話呢我怎麼買 因為這邊的話總共一次一包給5箱 那每個角色呢可以買4包 好那這樣子我們4包買起來的話呢 大概是7200鑽 7200鑽可以拿 20個這個名譽幣箱 好那20如果我們以平均來說的話 如果運氣真的很普通的話 20個名譽幣箱 大概可以開出40萬的名譽幣 好所以這個是運氣最差我覺得啦 一個人的經驗來講的話 好大概 這邊買滿的話呢 就是 大概就是40萬 好左右的這個名譽幣 當然有可能 運氣很好開到10萬50萬30萬的 這個一次就直接畢業這樣子 那我也希望啊 那如果說 大家想要純名譽幣的話呢 下面這一包其實也是一樣 他都是可以買4次 好上下都可以買4次 所以這次的禮包 如果說你要純名譽幣的話 我還是再次說 這種禮包 對純名譽幣來講是非常划算的 這種禮包 因為他1800鑽 可以換到最多5箱 最多 已經沒有在多過這個數量的 這種名譽幣箱了 一個禮包裡面 所以這種的 筆子 這種組合算是 比較划算的一個配置 所以大家如果要買的話呢 可以趁這個 秋葉組合包 還在賣的一個禮拜裡面 把它買100 當然 買多少是 大家自己量力而為這樣子 好那最後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小編呢 有在 代售這個官方的這個藍鑽卡 那我們的面有 4013鑽 跟13376鑽 那如果說像這種東西買兩包的話呢 是3600鑽嘛 就剛好是一個小包的 好那如果說你要買滿的話 7200鑽 或者是全部買滿 14440鑽 大概一張大卡 再加一點點這樣子 如果說大家有要買鑽的話呢 歡迎掃畫面 左下角的這個條碼 這個 就可以直接找到我們 或者是在影片的下面有一個連結 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連結到我們的一個 LINE的官方帳號來找小編 那目前的話呢 因為轉職的關係 所以 小編呢 有在幫大家做特價 好 那這個影片呢 跟一個 我自己在買的心得 我會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也會找時間 來把這包買一買 那就分享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